台北市他就只能用旅館來收治啊 所以就傳出了死亡病例之後 其實這也是讓大家就覺得說 因為你在旅館 你跟這種你這種開放式的 你醫護很容易掌握病人的狀況嘛 病況什麼 你就可以即時處理 但是如果你說那種 臨時應急的旅館來講的話 確實比較容易耽誤 大家記不記得 前兩個禮拜不是有人在那邊喊 世界看好了台灣只試辦一次 其實真實的狀況是 台灣看好了全世界已經試辦了一年半 你到底有沒有在看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這些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你現在放了病人讓他在走廊上 那請問一下 那個比中國大陸的方艙好嗎 比美國那一也在醫院好嗎 不是更糟嗎 來來去去旁邊全部都是人 那不是感染的機會更大 這樣到底好在哪 所以很簡單嘛 我們就是迫切的需要 你明天不喜歡這個名字 隨便你改什麼名字 叫王八蛋醫院也好 叫台灣價值醫院也好 隨便你啦 叫什麼名字根本沒有人在乎 只有你們這250會在乎 重點是你要趕快有這個地方安置這些人 我昨天聽到林靜怡醫師講一句話 他還是專業醫師喔 我聽到很快吐血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說什麼 因為有民眾在問說 那像我現在我懷疑自己 可能有感染 可是呢 我又沒有接觸死 又沒有明顯的症狀 那我要怎麼樣 他也不讓我檢驗我怎麼辦 你知道林靜怡醫師說 這個很簡單啊 很簡單解決 你知道怎麼解決嗎 怎麼解決 你就自己把自己關在家裡 兩個禮拜就好了 啊 哈哈 他這樣說的耶 他說你就自主管理 在家14天 不要跟人家接觸就好了 講得真輕鬆耶 林靜怡醫師 你到底是哪個 遲退的蹦出來的人啊 這個人不用吃飯啊 他不用跟別人接觸 他的工作怎麼辦 他怎麼跟老闆請假 他完全沒有任何症狀喔 那請問一下 在老闆看來他跟自己要偷懶 有什麼兩樣 他的工作還保不保得住 那他如果一個人住 請問一下誰給他送飯 他如果跟家人住的話 那請問一下 他們怎麼保持安全距離 怎麼自主管理 都是胡扯嘛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衝刺了這些 為了護航已經完全喪失 基本專業的人 所以台灣今天才會搞成 這個垃圾樣子不是嗎 台灣的狀況其實非常簡單 柯文哲今天都已經開放 已是兩人了 那表示什麼 醫療能量已經不足了 已經崩潰了嘛 就這麼簡單嘛 那既然是這樣子 與其因為你每一次 因為這樣子不好 再多塞一個 再多塞一個 你不如直接找一個大空間 我一次就可以塞很多個 就可以緩解整個壓力嘛 不就這樣嗎 然後讓第一線的醫護人 去做他真正該做的事情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第一個 老實說你也不一定要學老公 一定要建那個模組化醫院 因為台灣也沒這麼多空地 給你去建 那問題我們台灣 有很多文字館嘛 有很多以前的陸軍的軍營廢棄掉啊 大巨蛋不是現在還在那邊嗎 一大堆這種空的地方 場館就把現在很多學校的停課啊 或是一些學校的體育館 你直接徵收啊 然後就直接來在裡頭建啊 不是都行嗎 為什麼一定要拘泥執著 只是因為你民進黨 拉不下這個臉 你民進黨拉不下這個臉 台灣人就要用命跟你賠啊 是什麼莫名其妙的理由 我真的搞不懂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猶豫的空間了 我是覺得該做就趕快去做了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我個人認為啦 我覺得科幣其實已經在規劃這一方面的東西了 因為你實際上能量已經受不了了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昨天那個 那個台北聯合醫院他們公會那些發一些聲明 他們現在第一線最欠缺的物資啊 人力啊還有相關的東西 我看到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到現在他們要負責整個篩檢的工作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篩檢的工作是一種很困難的工作嗎 為什麼不能夠找另外一批人 我們把真正的醫護人員 留在去治療人或是去救病患這一方面 如果單純的篩檢工作 是不是你可以另外訓練一批人 趕快去接手這個工作 而且不要跟醫院急診室擠在一起 把它分流嘛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你為什麼全部要擠在 你人一群聚不是增加了 他整個感染的風險嗎 今天不是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的歷境號 那個海洋研究船 19個人又坐船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這整個政府到底有沒有 基本的防疫概念我都不知道 那所以現在這些當然都是一個 階段性的進化目的是救急 因為台灣現在面臨一個 非常危險的狀況 但是要怎麼樣去改變這個 根本解決這個狀況 其實就是疫苗 那按照我們政府 你要知道我們光是一個Moderna 我們政府疾管署 主動去聯繫的 主動購買這個疫苗 都搞了三個月 搞了三個月 才拿到它藥無許可證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還要按照這種牛部話 那死定了嘛 不是嗎 對 真的死定了 你看我幫大家算 就算我們的國產疫苗 真的好棒棒好了 他到五月底解盲 解盲之後我們假設他一定過 假設他一定過之後 然後他開始跑流程 取藥無許可 然後生產 請問一下你八月能夠生產多少出來 我真的很懷疑耶 到底能夠生產多少出來 所以不要再騙人呢 一千萬劑到底是什麼 然後陳時中講的一副 惠莫如生 好像又要遭受誰打壓 我一直覺得很怪異的是 如果真的是中國大陸打壓 你就講出來啊 怕什麼 對不對 老實講 中國大陸如果敢在疫苗動手腳 或者打壓你的話 這是你攻擊他最好的方式 全世界都會同情台灣 不是嗎 你為什麼不敢講 我就覺得奇怪 平常對中國大陸嗆聲嗆很大聲 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突然不敢講 突然講求證據了 民進黨什麼時候開始講求證據 我都不知道 你們不是隨便指控 王立宇不是到現在都來隨便指控 你們不是現在都來講 中國大陸認知作戰 那你為什麼不講疫苗 就是他在弄的呢 你為什麼不敢講 英國外國人都知道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你就不敢講 是不是就這樣 所以不要老是搞這些無聊的事情 老實講啦 剛剛保真提到香港那個東西 我直接說我認為香港也不可期待 第一個我們政府一定設價層層關卡 這也就算了 第二個呢 香港那邊也沒有多那麼多啦 因為他的 我們比較可能進的 因為他有兩個嘛 一個科興 一個BNT 他科興有100多萬一點 然後呢 BNT現在剩下84萬 可是你以為香港真的沒人打嗎 香港現在每天登記要打的也有1萬人 所以他是8月底到期嘛 8月多到期嘛 所以到8月多的時候 到現在還有6幾天耶 所以你覺得會剩下多少 科興的我們是絕對不可能會進的 我跟大家講 絕對不可能 大陸要捐新冠疫苗 那剛剛在這個記者會上 陳時中被問到 他就說 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 那 是啊 他們在打的我們不敢用 好 科興你不敢 BNT你也不敢用 我也不知道 BNT不敢用 那他說他們沒在打的 我們有點興趣啦 他們沒在打的就是BNT啊 對 問題是人家BNT現在正在打 他們一直拿3月多BNT 出了包裝的問題 拿這一點來一直講 但是那個問題早在4月 就已經解決了 人家繼續再打 然後陳時中 你防疫中心指揮官 帶頭散佈假新聞 人家怎麼沒在打 人家現在繼續再打啊 但是我老實講 BNT你要 你也沒有這麼多耳量給你 我講實在話 你以為病毒是 現在怎樣 人家一大堆存貨 像王帝宇那個白癡一樣 認為說 他那邊750萬劑 都已經快要報廢了 只有豬才會這樣想 那王帝宇是不是豬 我就不知道大家自己去判斷 可是 現在疫苗全世界 大家都在搶手 你以為真的有一大堆 或幾百萬劑 團在那邊等你啊 我老實講啦 我認為現在 就算要進BNT 你看南投現在行文去啊 你覺得他多久會通過 他們一定在研究 在幹嘛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其實正常的方式 應該是怎麼樣 是 我今天 我聽到莊人祥講 就一肚子火 他說 你南投的公文都還沒來 對 正常是怎樣 你自己跟BNT接觸 現在南投地方政府 突然有一個管道 可以跟BNT接觸了 你中央政府應該 你如果是一個救苦救難 救民眾的 把民眾生命放在新上場政府 你會怎樣 我立刻主動跟南投政府聯絡 你這個管道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研究一下 看怎麼樣把它弄過來 不是應該這樣想嗎 不是你還在那邊叼 結果你是翹上廊腿說 他公文還沒來 他姐別放話 先來公文 你到底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你們到底是不是人 我真的覺得奇怪 你們到底是不是父母生的 你們一個個石頭蹦出來了 莫名其妙的一群人 你政府 我跟你講 光看他這個態度 我就知道不可能了 因為我們自己主動的莫德納 都要搞三個月 BNT等到現在這種速度 半年之內能夠來就不錯了 半年已經什麼時候 已經到年底去了 那來了台灣的疫情 柯P你講 八月可能我們都撐不住 他就已經說死傷慘重 我跟你講 不要說八月死傷慘重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請問大家滿心自問 我們現在一直要封到6月14號 還只是停課不是停班 現在就已經很多人受不了了 很多人都已經快要崩潰了 你知道 你知道一大堆攤商在跟我叫苦 因為他們現在開了跟沒開也差不多 因為根本幾乎沒有生意 然後房租還是要照付 其他東西要照扛 然後政府該死的紓困計畫 之前講那麼大聲 到現在連個屁都沒有 你們這些政府這些爛人到底在幹什麼 你們每天吃飯混吃等死 可以做一點事吧 我們付你那麼高的薪水 你們到底都活著幹什麼了 所以真的是拜託夠了 你們這些垃圾 如果沒有辦法去拿到疫苗 就不要去擋人家 那你自己拿不到 要去擋人家 我真的超級極度懷疑 你們跟高端 這些疫苗 國產疫苗到底有什麼勾結 連人家高端自己都講說 第三期他還要再去國外找地方做實驗 你們就已經跟他保證八月就可以打 見鬼了你們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我覺得 疫苗是拿來救命用的 這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不要再去扯那些意識形態 再扯這些 扯到最後 我跟你講 我現在認為只有一種情況台外開放 也就是 柯比講的 死傷慘重的時候 那不見棺材不掉淚啊 就是這樣啊 現在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啊 因為當 對我們來講已經觸目驚心耶 前兩天 連續兩天六個人 我已經覺得很恐怖了 下一天來死一個 我看陳時中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到底要死到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才有感覺是不是 所以真的不要再鬧 那李英傑講那個 我必須講 雖然聽起來很賭籃 但是我老以為大家講 剛好而已 為什麼剛好而已你知道 因為我們台灣一直在宣傳 我們自己了不起很棒啊 然後你明明數字在暴漲 你還沒事在校正回歸啊 那你自己都喜歡校正回歸了 我是李英傑 我也想你們自己都願意這樣 那我幹嘛 對不對 而且我講的比較內疑 如果你蔡英文政府 這麼把所有的力量 全部壓在國產疫苗上 現在美國如果說要受疫苗 搞不好蔡英文政府還不高興耶 因為破壞他的佈局 所以我是李英傑 我都已經卸任了 我幹嘛做壞人 我就講一些 你們喜歡聽的就好 蔡英文政府喜歡聽的就好 所以我跟你講 製作滅不可活 現在台灣正在走向這條路